习在此期间走访看望退休老领导的计划 每个地方待了20分钟 8月1日到8月16日 第一个看望的是宋平 待了40多分钟 看看也就是两个 然后在一起和胡锦涛交谈了90多分钟 这是四个办常委了 时间最长 其他人都是掐紧20分钟的时间就走 期间唯独王岐山见两次 每次大概20多分钟 另外目前老江一直在上海 身体状态一般了 不行了 嗝屁了 朱镕基的身体比较不好 应该说不好 因为他早就该走了 这么简单的几句话 再回看北戴河 你想想他为什么和宋平谈了40分钟 为什么和胡锦涛谈了90分钟 为什么和王岐山又见了两次面 每次大概20多分钟 老江不行了 现在咱们验证了 朱镕基身体不好咱也验证了 七哥跟你们今天说说 这其中之奥妙 对宋平建和王岐山建两次 建这几个人 特别是8月1号到8月16号 你们现在谁记得 当时七哥对北戴河的定义 习近平是干了什么 别忘了 今年的北戴河 最核心的是去年病毒之后 他要讨论啥 20分钟能表达啥 所以说大家记住 这里的每分钟和见谁不见谁 每秒 他太大了 我可以现在告诉你 宋平是真正的胡锦涛的推荐人 他的教父 左派之王 唯一活着的常委 也是建议把薄熙来拿下 让习近平上的 所以说宋平这个人 他不是一般的 他培养了胡锦涛 我可以说了解胡锦涛的 个人生活和家庭比七哥多得不多